萬歲軍淹水的寶傑哥啊 萬歲軍 是首都北京的這個敬衛之軍啊 而且是王牌軍 82集團軍重要的部隊 都在這個卓州市附近 據說軍方的人 中央軍委會的人 有人跑去直接開罵這個禮場 你在搞什麼啊 你要淹死我們多少官兵 還把這些部隊的裝備 全部泡在水裡面 還有多少無人軍的東西 水來的太急太趕了啊 我不這樣猜 北京就淹水了 但你 基平 這我們講的 中國那個杜蘇瑞颱風 不是造成了北京淹大水 東北淹大水嗎 可是現在傳出了一個消息 之前不是為了要保雄安新區 結果我知道嗎 我讓卓州淹水 最近我們就講 卓州是地勢比較高的 雄安新區是不是地勢比較低的 我居然去淹地勢高的地方 但現在狀況來了 不是只有淹 卓州 卓州旁邊居然有82集團軍 也就是北京的衛序部隊 就在旁邊 然後他說 飛機啦 大炮啦 坦克啦 都淹水了 萬歲軍淹水了 寶傑哥 萬歲軍 萬歲軍 那叫萬歲軍 那是萬歲軍 是首都北京的這個敬衛之軍 而且是王牌軍 82集團軍有多少重要的軍備 跟飛機 甚至我跟大家講 無人機的部隊都在那裡 而且82集團軍重要的部隊 都在這個卓州市附近 這下子淹了 身為老共的三軍統帥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不弄才怪啊 我當初莫許你們放水 但我沒叫你把我的萬歲軍也淹啊 不是 坦克淹了 飛機淹了 大炮也淹了 這起事件觀眾朋友或許搞不太清楚 但是持續就要拉到7月底那一次這個大淹水 當時的河北省省委書記 你岳豐不是說保雄安 做好首都的這個防護牆 護城河 卓州要當護城河 卓州就在北京市的西南方 他比臨北京而已 他有這個北京的西南二口 這個他的門口的這個城屋 通常以前啊 不管是往南要往北京打 你必須通過這個卓州 而不是走這個石家莊 所以82集團軍的敬衛軍的 這個心臟部隊就放在卓州 而卓州這個82集團軍呢 他還有他的部隊番號是告訴大家說 66336啦 也有人講說62889 那一般來說66336 有人講就是所謂的合成112旅 還有一個66289啊 他是大概合成127旅 112旅跟127旅 觀眾朋友們有點陌生 但我就跟大家講 他是全中國人民解放軍 第一支數位化的部隊 數位化 第一支數位化 所有的裝備 還有包括整個無人機的操控 都要搭配他們 所以習近平有多重視政治部隊啊 然後還有一支部隊是空 9355 你為什麼要講空 這一支就是無人機部隊 第一支建軍的無人機部隊 就在卓州 結果這時候 大水一淹 因為 當時河北省省委書記 林岳豐 還有卓州市委書記 他們決定要扒開 卓州幾條主要的河流 包括琉璃河 大清河 跟巨馬河 把河堤炸毀 把這個水淹開來的時候 已經有兩三米這麼高了 雖然他們這些軍事營區啊 大概都有六七公尺 可是據說啊 有目擊者稱啊 水淹的最深到12米耶 六七米已經超過了一倍 來不及把這些裝備 坦克車 重要的裝甲車 這我剛剛講 合成111旅 它是裝甲部隊 數位部隊 但是有很多的裝甲車 和它的這個運兵車 都在裡面 不是 而且 第一個 你不是你想移就可以移 而且你是衛序部隊 沒有軍委會同意 誰敢動啊 當時他們曾經想要 試圖請示習近平 習近平沒有回話 他不置可否 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 可能還在猶豫當中吧 那時候就問了這個李強 李強那時候想也沒想 好嗎 既然這個林岳豐 省委書記都已經報了 要把這個 這個河堤炸了幾段 然後讓這個水能夠洩開來 要保美軍保雄安啊 對 沒想到 他們萬一沒想到 你做這個動作 你要通知當地卓州 我剛剛講的空軍的部隊 還有漏掉一個 卓州都沒通知 他都沒通知 還有我跟大家講 海軍的被俘 跟食品後援的這個倉庫 都在裡面 都在那邊 結果現在被俘倉庫 經理裝備 我們講經理裝備很重要 現在泡湯了 馬上秋天冬天要來了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 食品的這個倉庫 也泡湯了 這這麼慘啊 他們說海軍的這個糧食啊 接下來起碼這個北部戰區啊 這個北部和中 甚至影響到了這個 這個東海艦隊啊 你那些是不是 糧食後面兩三個月 你要怎麼辦啊 所以 導播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河北 然後這個當然是北京 北京 北京跟我們講 我的所有的 主要的戰區部隊 就在這附近了 現在 中國解放軍分為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西部 五大戰區 但是以北京來說 他位處中部戰區的最頂端 卓州在他 他是這個下面 這個下面這個位置 我怕他是個 有點把北京遮到了 大概就在他這個位置很近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個北京 周遭的這個防洪壓力給宣洩開 但沒想到李強當時做了決定 卻沒有通知軍方 所以為此 據說軍方的人 中央軍委會的人 有人跑去 直接開罵這個李強 你在搞什麼啊 你要淹死我們多少官兵 還把這些部隊的雙兵 全部泡在水裡面 那可不是說馬上能夠修復的 還有多少無人機的東西 水來的太極太趕了啊 我不這樣猜 北京就淹水了 但你好歹 紫禁城都淹 我讓他再淹 就淹到中南海了 你好歹通知一下 這些軍中弟兄們嘛 那軍中弟兄死的死 傷的傷淹的淹 裝備泡水的泡水 啟示你李強可以負擔得起 據說啦 起了這個軍中人心惶惶 有點不滿 甚至影響到 剛剛不是講到 習近平不是突然取消 在軍專分會之後 就回到了 去新疆了 去跑去新疆不回北京了 據說看到了這個 有人匯報消息 從南京有拍到了這個 一列的專列 上面呢 載著這個裝甲坦克 到往北移動 那怎麼這個時候 沒有跟中央軍委打交道呢 中央軍委的副主席張又俠 又在這個北戴河會議之前 內部的會議在那邊講說 軍風要純正啊 意思就是說現在軍風不純正嗎 中共通常是缺什麼就改什麼 你現在告訴大家 軍風要純正 就如電視畫面所看到的 一整列長長的都是坦克車 而且這些坦克 去哪 去石家莊 對 往石家莊 石家莊其實也在北京附近 就在河北 它的一個這個重要的這個地方 而且也是一個交通要道 你往那邊跑 那這個時候習近平會同是一些蔡奇啊 王小洪啊 這些重要的這個政治局常委 不回北京卻跑到了新疆 美其民如果視察 接下來說居團你的會也不去參加了 當然大家就會覺得你在怕什麼 你是怕回到了這個北京 重要的軍方 內部的軍頭跟你究責嗎 還甚至傳出來說 他們希望李強要辭職 所以這個時候就傳出來 李強說要辭職 那當然啦 現在中南海這個準備 因為前後又要碰到北戴河會議 所以裡面內鬥之說不進而走 但是就是沒有人敢出來 為這場7月底8月出的大水負責 而所有軍備包括官兵的死傷泡在裡面 淹水了 誰又知道怎麼樣 到底去找誰去上 軍方一肚子火大 現在中國感覺上是烏漏偏縫連夜雨 最近剛剛講到武警進到了濁州 武警為什麼進到濁州 叫濁州人不要亂講話 濁州人為什麼叫濁州人不要亂講話 因為現在水退了 水退了之後 所有恐怖的事情都發生了 當水退去之後才發現 濁州旁邊的霸州 周邊包括寶地 那個水患造成的人命的 生命的財產損失有多麼可怕 對 保健哥 這次其實濁州從大概7月底 8月初就開始淹水 一路淹到現在 但是你看官方 什麼時候開始有作為 初期完全沒作為 所以網路上他講說 集群濁州市長 市委書記 已經失聯好多天了 都不見了 為什麼沒看到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要坐等上議 習近平還沒告訴你要怎麼做啊 對不對 所以在第一時間 為什麼他們都躺平不做事 因為我等不到上頭 交代我要怎麼做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官方根本不care你死多少人 官方care什麼 care說現在網路上流出的畫面 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現在開始有動作了 包含武警開始進去到濁州了 500個武裝部隊 現在整個車隊開進去濁州 保健哥你覺得 他們是來救災的嗎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他們是要來接管 要來封口的 不是 因為誇張的是水退了 你再來幹嘛 對 所以你根本沒有救災的需求 而且現在官方這篇文字出來 他就講就是說 我這些輿論巡查員進去裡頭發現 好多救災隊員都在用網路 都在直播災區的畫面 這可怎麼得了 通通不行 通通沒通 這真的太誇張了 你現在的救難隊進去 你總是要清理戰後 這個時候出去 你總是安撫明星 可是這個時刻 他們居然官方資料講 你現在救難隊員違規使用網路 將救難的影片惡意對外直播 嚴重的損害我區的形象 巡查員即時上報果斷處理 就代表 你現在這些救難人員 你如果想要拍照 你如果要上傳 你是要違 你等於說是犯法的 對 沒錯 而且你看很多人都被抓掉 甚至把他們臉那空拍機 我們之前看到空拍畫面 看到淹水淹得很誇張對不對 現在這個空拍機 通通都被打掉了 全部天上飛的 通通給我打下來 卓州現在不可以有無人機了 對 所以你完全看不到 災區的狀況 為什麼要這樣做 要掩蓋什麼東西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卓州 水退了之後 狀況有多嚴重 保健哥你看 在這個水退的樹底下 隨隨便便 你一看就看到無名屍漂浮在那邊 要不然路上到處 人的屍體 動物的屍體 現在災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麼可怕 對 所以現在 武警通通進去 要把所有災區的狀況 通通來做一個管制 那當然 那他們取而代之 他們要民眾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要看到的是我們官方 積極在救災 救災 所以現在就有看到這個 這個武警河北救災的狀況 打整個救生體 告訴這些受困的民眾說 別怕 大部隊馬上來了 大部隊來了 你們就放心了 但是保健哥你看這個畫面 有蹊蹺 他們這些衣服上面都乾乾淨淨啊 你去救財 身上全身都是泥巴 對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乾淨 穿得非常的一個整齊 而且你看喔 而且剛才講到的 你今天你這個所謂的這個救生衣 上面一點泥汙都沒有 不要說你一點泥汙都沒有 你一點水汁都沒有 你不是救那嗎 你怎麼可能身上 連一點水都沒有呢 所以人家說 這個影片根本就是擺拍嘛 你根本不是去救災嘛 好 再來你連官方 在PO出這個照片 看起來濁濁的市區 我們的軍卡已經進來 開始救災了 路上看起來都很乾淨 甚至地板上是洗過 但實際上民眾拍到的畫面是什麼 你在整個馬路上 全部都是被洪水沖下來的這些東西 堆滿馬路 根本就是跟官方公布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你說這次官方的馬路 乾淨清爽 這個地方剛剛講的所有的垃圾 全部都堆滿了 對 所以現在為什麼武警要進去 這個是在這個卓州電視台 他公布的 這個軍隊全部都進去啦 一帶一帶的沙包幫你弄好 在河堤旁邊都幫你疊好 疊了好多層 防止這個洪水氾濫 但是問題是 保全哥你看民眾拍到這個畫面 這個袋子大概只鋪一兩層高 你水來了你擋個鳥用 根本沒有用嘛對不對 而且這個顏色也跟官方的這個 影片釋出的紅色的不一樣 所以就懷疑說 你這個官方堆沙包 你可能根本就是資料袋 根本就不是你實際進來 救災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人講說 為什麼你連救難的資料 你救難的畫面也要知道造假 就是因為你這次根本沒有救災 你這次根本沒有救難 因為你沒有救災救難 你只要用假的來填充 對甚至而且你去救災 你也要救的有必要 另外一段央視這個畫面 你就看到我出動直升機 看到民眾因為淹水 我卡在這個屋頂上面 但是問題是 直升機下來 我要把人給救上去 那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你遠遠看 這個旁邊馬路 旁邊放他來看 車子旁邊還站了兩個人 那表示你水根本沒那麼深嘛 你人都還可以在那邊 那你何必要出動這個直升機去救災 沒有必要 所以現在現在有一個 這個卓州的救難人員 他現在出來講了一段視頻出來 講了非常多東西 這才是卓州真實的狀況 他說了什麼東西 現在有人要來救援 還被政府給勸退了 你不要來 我們不需要你 但是問題是 政府協調都是這種玻璃剛轉 太重進不了災區 那你來了也沒有用 而且現在大概還有一兩千人 還沒有辦法被疏離 還有兩千人被被疏離 所以整個內部的指揮體系 完全是沒有用的 而且甚至啊 這個救生艇來 50%全部都被刺破 斷水斷電形成孤島 但是高官到底在哪裡 現在路透社就報導了 這個習近平的一個幕僚 蔡奇 周氏現在會見了 在北戴河度假的專家 告訴他說現在遭遇洪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高官根本不在乎泥淹水 通通都跑去度假了 根本沒有把人命 當作人命來看 卓州說沒有傷亡 沒有傷亡啊 沒有傷亡 你要什麼軍方救你幹什麼 我總是一個陣一個陣的人 都不見了耶 那是你講的嘛 央視沒有講嘛 以央視講的為準 如果你的淹水只有水深及溪 你幹嘛需要直升機 是啊 幹嘛直升機 那就是擺拍嘛 那是拍給大家看的嘛 颱風的壽命都非常的長 杜蘇瑞颱風 當時我們講正名店家 他有所有 長壽颱風的所有的條件 果然沒錯 他經過台灣的南邊 對我們的澎湖金門 造成很大的傷害 傷害以後進到了福建 進到了福建以後 就一路往北 往北剛剛講 到了山東 到了河北 到了河北以後 對平靜造成很大的傷害 現在已經變成了熱帶低氣壓 可沒有想到 剛剛講到的 現在的華北 現在的東北 像那個災情 非常的可怕 是 保雷哥 他等於是一路從金經濟 現在將整個災情 跟狀況延燒到哪裡 延燒到東北地區 東北山城了嘛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 第一個畫面 這個是在吉林的蘇蘭 吉林蘇蘭現在是災區 吉林的水流這麼強 對 它是非常嚴重的一個重災區 跟各位報告 現在已經有高達16個人 不幸的上升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不是河川 它就是馬路 而且整片汪洋 看這樣放眼過去 原本以為說 這是都會地區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整片看過去 都像是海洋一樣 而且就連房屋 各位你看到 當中有沒有 有跟著被吹著跑的 那是什麼 其實是房屋 房屋都被洪水直接給帶走了 更不要討論到什麼村 誰會想到 東北 東山城 會有這種水患 對 而且它是下大雨 豪大雨 還並不是說颱風帶神的風災 而是豪大雨 就造成這樣狀況 來 各位 你看到 這個是馬路耶 我不講一下 他以為說 這是梯田還什麼的 整個都已經變目全非了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當中最慘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討論到 災情歸災情 重點是你官方 總要有點作為吧 不是 來 你看 這個是屋頂上方 有一個什麼 這個受災的居民 來 我們看到畫面在過去有沒有 來 他就人就在上面 什麼意思 等於說民眾也被困在上面 苦苦等待 因為也沒辦法走啊 你要我下去 下面全部都是水 那我人該去哪裡 所以說 那搭車子總行嗎 沒有 抱歉 你看到車子 車子也全部都被滅頂了 都被整個洪水給掩蓋過去 來 各位你看 現在要屋頂了 對 你只看得到 白色 黑色 還是什麼顏色 只是在頂棚蓋 還可以看到 就連大貨車 大貨車底座比較高 總有要逃過 沒有 連大貨車 他的體積跟重量是非常巨大的 都一樣被洪水給衝擊到整個青島 只能汽車 人坐在上面來 司機其實剛剛是在上面 你連大貨車都擋不了 對 連大貨車都擋不了 那為什麼 我就講一個數字 你就聽得懂 他瞬間好雨 強降雨量 高達490公毫米左右 你就知道這個多大 我講一個最嚴重的 我們剛才特別打到16個人不幸的上升了 但裡面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 你就知道他的指標性 他叫什麼 蘇蘭市的副市長 洛旭東 副市長都是 連副市長都出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災情的嚴重性 那我講一下 這個副市長 他不是說在這個放假的時候 他是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為了第一時間去到前線 包括還帶到一些這個 武裝部的一些高級官員 然後呢 視察第一線作證說 我叫鄭走在這邊 然後嚴防這個洪水 結果沒有想到 視察作證的瞬間 突然這個強降雨過來 突然洪水衝過來 他就連人帶車 直接被衝走了 這麼嚴重 對 在連人帶被衝走的時候 大家還是隔了大概 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才最後這個 找到相關的這個大體 來確定說 真的 因公殉職 不幸往生 但我們剛才講到是吉林的部分 另外這個還有另外叫做黑龍江 東北三省 黑龍江狀況一樣 河水暴漲 甚至還發生一個特別奇怪的狀況 就是有一個男子 來 就可以看到 他特別看到挖掘機 你說他是什麼 他其實是要去賭這個 堤防 絕堤的口 他可能非常有大意說 我要去拯救大家 沒有想到 賭到一半 對 賭到一半 連人帶這個挖土機 就被衝走 所以另外一個村民見狀看到說 不行不行 你看看 載浮載塵在這河道當中 你看這個原本是橋對不對 一 二 三 瞬間 噗噗 一 二 三 噗噗 整個橋怎麼樣 瞬間 硬生垮掉 一次塌成了三劫 你就知道這個水流之想多誇張 一劫一劫斷 斷了三劫 噗噗噗 三生嘛對不對 好 那你說東北還有一個最有名叫做北大倉 北大倉是什麼意思 產糧倉 現在是連大米工廠一樣 洪水 來你看 五常市 五常米最有名 來各位 這個東西水全部都灌到稻米工廠去了 那你說這個要怎麼吃啊 這個米全部都禁絲了 難怪現在有一條新聞就是 現在我們講東北是中國的糧倉 東北的黑土是中國最有生產力的這些農地 結果沒有想到連這個地方都淹了 代表水灌糧倉了 對 所以水灌糧倉它會第一個 你說除了災情之外 它後續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效應嘛 那之後大家要吃東西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你剛才看到連糧倉都灌掉 那除了這樣之外 包括在這個重慶的水口市 還發生一個事情 重慶水口市又要什麼 一樣山洪衝過來 各位你看 就這個畫面 結果呢 車輛被沖上 原本很多遊客 結果大家只能怎麼樣 抱著樹木求生 因為這水流太衝擊 車子也不見了 來 你看 全部都抱在樹上 所以我們講 各地陸續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叫做天災 沒辦法 只能祈禱 所謂的相關遊客單位 趕緊去處理 但最可惡的 那在重慶沒有颱風 也有這麼大的水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強降雨 所造成的一個後果 好 董事長 這次有問題 大家覺得奇怪的是 已經只要發生災難 救援馬上就進去了 解放區馬上就進去了 我們已經看到 華中水在的時候 解放區是一個一個 跳在水裡面 然後大家手牽著手 然後讓居民 把東西弄過去 怎麼這次解放區 都沒看到 所有的救援 全部都慢半拍 沒有沒有 他沒有慢半拍 他整個對外的宣布 習近平本人公開宣布了大概有三次這次的傷亡慘重 但是央視的報導 人民日報主流 他的中宣布的報導裡面 並沒有詳細說明 所謂的 災損到底多少 你現在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到底中國這次的災損有喪失多少性命 不知道 卓中說沒有傷亡 沒有傷亡啊 沒有傷亡你要什麼 軍方救你幹什麼 沒有什麼 我不承認 對啊 他賴皮吧 他現在有沒有國際援助 沒有 沒有 只有台灣好像 唯一好像台灣 蔡英文寫了一封慰問函 我看到國際上也沒有人在表示慰問 所以他沒有承認他有災情嘛 他跟你 你現在這畫面是哪裡拍的啊 央視拍的啊 不是 私下的 私下網路流傳的嘛 央視哪裡有這種災 重大災情 結果習近平嘴巴有講 所以 跟習近平嘴巴講還不重要嗎 沒有數字出來啊 沒有人 沒有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的事實 沒有事實的情況之下 政府就無從原就嘛 對不對 現在你看都是淹水而已 淹水什麼了不起 沒死人嘛 昨天沒死 剛才講到 昨週是一個陣一個陣的人都不見了耶 那是你講的嘛 央視沒有講嘛 以央視講的為準 我告訴你 他到這次 從頭到尾沒有對外宣布 他的災情的損失多少 財產損失 生命損失 通通沒有 這麼大事情都可以蓋牌 他不是 我不知道嘛 他可能真的沒有損失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這個國家的管理方式 跟我們理解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是 第一個 他可能用自己本身了解情況 然後自己解決 第二個 可能是 可能是親上瞞下嘛 他不告訴領導啊 領導在嘴巴講 我有傷亡啊 但你看到最重要的什麼東西 北京有沒有什麼損失 熊安有沒有損失 濁州有 對不對 濁州損失怎麼造成的 在外面是怎麼罵他 就是我為了保熊安 濁州安 保熊安 保熊安 所以現在人跑去幹什麼 舉紅布條幹什麼 抗議 抗議什麼 你泄洪 不是泄洪 賠錢 老百姓還不跟你抗議泄洪 我的栽損是因為你泄洪搞出來的 請你賠償我損失 中國老百姓只關心鈔票 錢 錢最重要 我人死了賠錢 是這樣子嗎 他如果沒有錢賠 他不會上街頭的神經病去得罪共產黨 他感覺共產黨拼命的是幹什麼 要錢 要錢嘛 都是要錢的啦 他先要錢再拼命 所以濁州這個事情就告訴你說 你把我害得我的房子被沖走了 所以你賠我錢 那為什麼有濁州這個事情 熊安嘛 為什麼要保熊安 因為是習近平的 面子嘛 習近平的臉 百年大忌 千年大忌 對不對 所以整個事情 到底多大事 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到的部分畫面很均恐 但是你看 央視一片祥和 情況不一樣 好 廷偉 你說這個跟他的COVID-19 整個疫情發生後也有關係 就是他在COVID-19之後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對 而且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在台高主 我們上一次也有分析過 每個地方政府來講的話 很多欠債累累 不過現在其實 也很多人對中國政府還有很多的救災 其實很沒有信心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常常在造假 你除了這個什麼捐款之外 捐款就是說你到底用到哪裡去 事實上來講的話 都這個細目來講 還有很多帳目完全不清不楚 所以現在大家對所謂的官方的這個捐款帳號 即便他公告了卓州公告了 但是大家還勸說不要去捐款 你捐的話政府貪官污吏 絕對拿去亂用 所以大家有這個經驗之後 就開始有一些共識 就說我們乾脆都不要捐給政府了 因為最近就有人吧 我們知道嗎 去年還是前年不是有鄭州煙大水 不是說一個地下車道 全部造成很大的傷亡 當時也有很多人捐輸 就像他一查 你的錢呢 錢到底跑哪去了 對 錢本來就是要再重建 或是建防波堤 或是建什麼東西的 結果完全都不見了 而且甚至於說很多 進到這個所謂的官員的 一個私人的帳戶當中 還有更扯的一件事 你說在這一次的 這一波的這個淹水當中 央視都有一些畫面 或者是一些媒體的畫面 但是很多被抓包 你知道被抓包什麼東西 比如說 好像有出現解放軍到現場去救災 但是問題是跟當地民眾 所拍的那個畫面 完全是不一樣 為什麼呢 當地民眾拍的畫面 那個沙包是白色的沙包 但是問題是解放軍去了 怎麼是紅色的沙包 所以到底是哪一場水災 解放軍去了 這個事實要被抓包 這也可以造假 對 還有另外一個造假 現場是什麼 這也太誇張了 有那個所謂的 這個站在屋頂上的這些 等待救難的民宅上面的 這個人員 結果派直升機過來要救災 結果發現了一件事情 下面那個什麼 街道上的這個 停了一台車 結果下面淹水的程度 只有到輪胎而已 也就是說到那個腳環 到輪胎 也就是如果你的淹水 只有水深及溪 你幹嘛需要直升機 是啊 幹嘛直升機 那就是擺拍嘛 那是拍給大家看了嘛 所以到你這個 這個在屋頂上 你可不可以到下面 到一樓去走一走 直接就是脫困了嘛 所以這個畫面來講 你看當時的導播沒有切到 沒有切到的話 這個把旁邊那個所謂的 這個一般的自用車來講的話 整個就漏陷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在這兩年前的 這個所謂的 泰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水災呢 有那個小英雄 他們剛剛救災 結果在那邊睡著了 結果他這一次也用這個畫面 結果被他抓爆 這是兩年前的畫面 所以在很多很多媒體上面來講 這表示說你現在沒有這種畫面嘛 對 根本就沒有 你現在用這個畫面 你幹嘛用兩年前的畫面 為什麼呢 要穩定民心嘛 就是說認為解放軍好像還有出來 但是事實上這些解放軍 似乎好像是以前的畫面 甚至還有什麼東西呢 有民眾 當地的民眾 其實是都有捐一些物資到現場 結果這些救難隊伍 彼此之間竟然搶救難物資 甚至還倒賣救難物資 對 聽說 中國不是也有他的紅十字會嗎 這一次的南方水災 他們覺得二十天 只募得兩千塊 就代表他們的紅十字會 不是說台灣人質疑他 連中國人都不相信了 因為紅十字會是有暗底的 他們的暗底是怎麼講的 過往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多民眾的捐款 然後也除了不知道去哪裡之外 其實他還有被變賣或者是怎麼樣的 所以大家對他的信用程度來講的話 已經不信任了 所以你看到 在中國南方洪災的時候 紅十字會他二十天 只募得兩千塊的人民幣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你還看到過往來講 有海外的給他的這些相關的 比如說當時在這個疫情 武漢肺炎的疫情的時候 就是武漢肺炎疫情 有捐紅捐口罩 結果捐口罩捐給到武漢之後呢 結果馬上拿到麗江去了 有人麗江拿到這一個箱子呢 也捐給那個紅十字會 也就是說一個東西可以捐兩次 他們是刻意用照片來造假 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意思說 有人從巴黎島捐當時武漢肺炎 捐到武漢 結果這個東西沒有到武漢 跑到了麗江 麗江再一樣 麗江有人又捐這個東西 也捐個紅十字會 一個東西捐兩次嘛 那這個東西不知道在做什麼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口罩捐到了湖北的這個 紅十字會之後呢 結果沒有拿到真正的醫院要用 醫院只拿到三千多個口罩而已 其他的口罩十幾萬的口罩 全部丟給一般民間的私人的診所 或者是醫美公司 你醫美需要那麼多口罩幹什麼 我這些口罩我是要去給醫院的 結果跑去給醫美了 也就是說自己人嘛 那就是等於是紅十字會 自己認識的相關的診所 或是醫生他們才拿到這些口罩 那其他的 這個一般來講 應該他救災的 這個醫院呢 就拿不到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些紅十字會 在中國內部來講 惡名昭彰啊 沒有人相信他們 哪有他們講說 有幾千萬個口罩都不見了 對啊 除了口罩之外 錢啊錢也不見了 捐款也不見了 所以包含四川汶川地震 還有很多地方來講的話 事實上過往的這個中國的紅十字會 紀錄太差了 所以以至於這一次的這個洪災來講的話 沒有人想要捐款了 不數位颱風已經在中國的華北 造成一個重大的衝擊 這個重大的衝擊 已經造成了140年來 有史以來最大的降雨紀錄 它不但造成最大的降雨紀錄 以前不會淹水的地方 以前沒有宅安的地方 這一次全部不能信任 而且它的這個殺傷力有多大 它造成的損害到底有多大 我們從這張照片你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這張照片裡面 所有的車子全部被抽到鉤子裡面 衝到鉤子裡面 你看這一台車 在這個衝撞的過程裡面 居然已經被衝得稀巴爛 衝得稀巴爛以後 旁邊還有輪子 那不是只有這台車 你看到嗎 旁邊的車子幾乎全部存毀 旁邊的車子全部變成了一堆的爛鐵 你可以看到 這個衝擊力道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湍急 才會造成這麼可怕的一個傷害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個地方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這一張照片也一樣 所有的車子全部被衝在一起 還有另外的照片是 所有的車子還可以被堆疊在一起 可以看出來 水來得又大又幾 這個杜蘇瑞颱風 已經造成了華北地區 140年來的最大雨量 那現在杜蘇瑞颱風的整個災難 還沒有完全過去 現在一個卡農颱風又要進來 這個卡農颱風如果真的直撲中國而去 它又會帶來一個可怕的災難嗎 之後我們就想說 現在華北遭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水壞 現在連600年來不會淹水的紫棋人都淹水了 可以想說就淹水吧 看這個照片 從這個畫面就可以看到 當時的水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有多大 這個水到底造成多可怕的災難了 沒錯 這是ABC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是他們人員 相關人員進到這個災區裡面之後 寶貝這是在一個溝曲裡面來說 你可以看到洪水退去之後 你看這個車子已經被黏成 我可以說是粉身碎骨 你看這個車子是倒叉在這個河道裡面 天啊 不是一台車全部都是 對 很多 你看這也是一台車 它應該是被埋在這下面的一個狀況 那後面的車子也都是 你如果放眼過去 我如果直接數的話 至少有十多輛車子在這個河道上 都已經被擠成那種 已經完全不成車型的狀況 如果當時還有人在這個車上的話 寶貝你可以試想 這個人絕對是活不了的 你看整個車子 你看現在這裡面 甚至是倒災衝 你覺得如果裡面有人 那你活得了嗎 不是 你車子總有基本的剛性 是的 你車子總有基本的保護力 對 結果你在這個衝刷過程裡面 對 車子全部變成了一堆廢鐵 你又知道說這一次 對北京造成的傷害到底有多大 從這個山區下雨下來 這個山洪是完全山洪爆發的一個局面 你看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這些照片都 所以這麼多畫面出來了 對 現在非常多車子 都完全被泡在水裡面 甚至現在還有在泡在水裡面的 甚至還有車子完全像積木一樣 堆疊成像一座山的 你看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也被滅頂了一個狀況 你看衝下來的時候 還有車子被衝下來 如果上面有人的話 我們真的完全無法想像 就會造成多大的傷亡 你看整個 整個這個山洪下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車子完全是像 完全被 好像很輕的東西 被它推下去的一個行星 你擋都不能擋 對 那你知道這一次 目前為止 中國官方說只有20個人死亡 可是寶傑你看 看這些畫面你也知道說 這一次的傷亡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數字 我們剛才看到這些橋 這些車子 不知道從哪裡來 我們這次還有看到小青河 小青河還有一座橋是 突然之間就斷了 斷了之後 我們看到在這個水溝上面 水面上面有非常多車輛 在那邊載浮載塵 他們燈都還打開的 所以這樣事實上 這個已經 你看上面有人 對這些車燈 有的燈還打開了 然後這邊載浮載塵 載浮載塵 因為小青河的這個橋斷掉了 所以剛剛講的 小青河上面那個橋上面 是有車子在行駛的 對 在行駛的過單一刻 還有很多車子 對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就是很多 因為為什麼 現在整體災害還沒辦法確定 到底是造成多大的損失 包括說永定河 很多支流 還有小青河等等 完全都是斷掉了 都是現在完全水淹到 兩處非常糟糕的 你看這個燈 剛才那個車燈是還亮著的 你就知道說 搞不好上面都還有人 但是問題是 目前為止恐怕 沒辦法救到這些人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正在講的 現在大家目標的焦點 就是在平津兩個地方 天津跟北津 可是現在北津附近 我剛剛講的門頭勾 你包括旁邊 遠一點的保定 你甚至剛剛講 你連石家莊 他現在不是只有平津兩地 是整個華北地區 那事實上剛才你講到說 要保平津兩地對不對 沒有錯 他們現在已經把 已經打開了七個 所謂制洪池 七個制洪池裡面來說 他們現在已經疏散了 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 已經疏散了一百萬人 他這些地方 未來就是要淹水 那你知道像這些 這些人都是 你看他們這個車子開進去 都是準備要讓這個水這樣淹 他們目前為止開了兩個 一個叫做 兩個這個制洪區 一個有379平方公里 一個有228平方公里 這兩個制洪區這麼大 你知道這是多大嗎 我們台北面積是217 比台北還大 他開了兩三個台北市的 這個制洪池在那個地方 要讓水下來 他們還說不見得能夠保得住平津 你就說這個雨 到底是在山區上面 到底下了多大 目前為止中國官方都不敢說 這個平津是一定能夠保得住喔 而且這個數字 把我嚇了 我們講杜蘇瑞颱風從台灣南部 掃過去 台灣南部掃過去 當然對我們的澎湖 對我們的金門 還有對我們的南部 造了一些影響 總是過去了嘛 可沒有想到這個杜蘇瑞颱風 進了這個福建以後 一路的北上 北上你剛剛講的 碰到煙山碰到太陽山 擋住水裡以後 可怕什麼 連續下了70多個小時 他們是用瘋狂請到 我必須說啦 這一次這個杜蘇瑞在北京 會下了這麼大的雨 我覺得根本就是個 perfect storm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很多條件造成這樣 那北京過去 他們有100多年的這個統計數字 他們最多最多的紀錄 紀錄值是1883年的7月23號到29號 那時候一定下了六天 六天才510毫米 但是這幾天 兩天的時間 他們在這個地方 就下了1000毫米 所以等於是比人家六天 兩天下了1000毫米 所以他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極端值在這個地方出現 連中國官方都說 這叫做瘋狂輕盜 然後這個極端罕見 為什麼這樣 我跟他講 這一次真的是非常致命的災難 在這邊發生 杜蘇瑞往北之後 他碰到什麼 煙山跟太行山 把他擋住之後 保險擋住的還不是說 你知道 他在這個地方 他往北去之後 你知道上面有高壓 把他壓住 在這個地方 他就停在這個地方 停在這個地方兩天 一直在那邊拼命的下 然後更慘的是什麼 這個因為卡弩颱風在這邊 卡弩颱風輸送這個水氣過去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下雨的時候 他本身還在一直持續吸收 等一下 卡弩颱風的水氣也過去了 對 從這個東南風這樣吹進來 所以他等於是 因為他上面有高壓在壓著他 再加上地形的這個地方 所以一直在這個地方下 一直在這個地方下 下下 下才會造成很多北京人 或是連習近平都公開承認 這一次恐怕是造成非常大的災害 不要講到 其實中國大陸 百分就是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地方 天災這麼多也沒有看到 習近平出來講話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他居然講話了 而且他才承認 已經造成北京河北等地 重大人員傷亡了 沒錯 習近平說 受到颱風杜蘇類的影響 華北黃懷等地出現極端降雨的過程 引發洪澇還有這個地質災害 造成北京河北等地的重大人員傷亡 你就知道說 習近平過去很多災難 人家說你在哪裡 但他這一次很罕見 在這個事件發生沒兩天的時間 他就已經出來說 所以可見他定調這一次的這個平津保衛戰 恐怕會打得非常辛苦 你說大到說他已經沒有辦法 隱身在後面了 而且現在看起來 這個敏越可能會越來越高 剛講到的 這個在北京城 已經在北京的紫禁城 600年來沒有淹過水 而且這一次九龍土株 整個這個清水河全部都放開 我所有能夠排洪 所有能夠洩洪的措施 我都做了 沒有想到 直民工前面還是要水深集息 這是從來沒有狀況 如果連紫禁城都會淹水 北京就會淹水 我為了要保北京 你不要整個滅掉 對 我現在把濁州 把周邊很多的水庫 全部放掉 沒錯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河北 會淹成這個樣子 因為現在上游的水庫 全部都在放水 你知道 除了北京的淮樓水庫 在放水之後 濁州的龍門水庫 很多水庫全部都在放水 而且保證 更慘的是什麼 他們在放水的時候 他沒有通知下雨 沒通知 因為來不及 因為他通知的時候 你根本你也跑不掉 因為他們趕快 臨死 因為水完全漲滿了 不把它洩洪化 整個水庫會崩體 所以很多水庫 現在上游都是 完全就是洩 洩下去之後 下游的人都在做什麼 下游就說 怎麼突然水來了 然後整個你看 他們人都還來不及撤 你看這橋都完全斷了 然後當地 你看這完全水箱 只得裹一片 所有的民眾都說什麼 我現在整個 我沒水沒電不說 我現在也沒有通訊 大家都完全這樣 然後很多人 跑到網路上去求救說 我們家煙成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像我們昨天在 房山看到的 那樣的一個貨運中心 貨運中心裡面 本來還說 我的還在分離貨 我的卡車還在旁邊 對 沒想到水說來就來了 而且我在完全沒有 預備的狀況下 把所有的貨物全衝走了 對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是幾分鐘時間 水都完全來了 然後完全衝走 他們這些民眾 現在都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怎麼辦 因為我剛才講到 他已經打開兩個大的 這個滯洪 一共有七個滯洪池 然後有兩個 這個面積非常大 打開之後 現在他們在做 進行撤離的動作 你看這就是 他們出動這個車子 你看就說 這個好像在載什麼東西的 這個動物的 他們就要這樣把他載走 你說他們是坐在車上 對 他們就坐在車上緊急送走 因為沒辦法 因為現在只能夠 這樣子把他送走 那很多人都說 這個看了實在是 也令人滿心疼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白頭溝也是一樣 白頭溝這是晚上 你看這個晚上 你說為什麼會塞車 因為他們現在緊急通知 全部都要撤離 所以現在他們開始 晚上的時候 開著這個車子 趕快要逃離這個白頭溝 所以現在 整個北京出境 還有河北當地 所有民眾現在都面臨到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如果從空拍圖 或是衛星圖上面 是 我們看到的濁州 現在 這地方本來都是房屋 這裡本來都是兩天 現在全部 都變成水患了 對沒錯 事實上這是根據中國的 陪城一號的衛星拍攝下來的 好像這樣 這原本這個地方 叫濁州這個地方 濁州原本過去都是一片 綠綠的地方 你看它現在完全都被 黃色所取代 也就是說 附近來說幾乎完全都已經是 淹成一片的這個情形 那甚至這個也是一樣 它目前為止來說 水紋的監測 這個所謂 這個所謂綠色 藍色的就是淹水的這個情形 你看現在淹水的狀況 都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也就是說 北京附近的所有的城市 目前為止都面臨到 相當嚴峻的情形